哈喽大家好 那这一期的话我们来讲一下 仓金区南部的宝箱和神童的收集 那首先大家来到我们左边这个传送锚点 过来之后将我们视角 往这个北方向有一个高塔 看到没有 然后这边的话有些怪 大家先牵一下 接着我们爬到屋子上面 拿起这个能量石 接着我们下来 下来的话攻击我们右手边这一个 我们再拿起前方的这个能量块 原路返回 好 攻击紫色这一个 接着下一步 我们将视角切换到东北方向 好 继续前进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前方的话 有一个仙灵 咱们先跟着他 好 到位之后的话 这边的话有一个宝箱来一下 接着我们将视角往东方向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飞艇 这里的话有一个三叉路口 我们往右边走 然后前方的话有一个怪物正手宝箱 这个宝箱的话 我以前拿走了 就在这里 大家将这个怪清一下 接着我们进入这个山洞 下面的话有一个水神筒 我们将这个附近的石块打一下 那这边的话水位就会上升 好 继续我们下潜泳 吸收螃蟹的能量 攻击这块石头 里面的话有个宝箱 那下一步我们原路返回 好 出来之后 咱们不要急 那现在我们继续将这个视角 往这个东南方向 这边的话有一个现实挑战 咱们先做一下 这里的话我们攻击这个风史莱姆 然后起跳 收集威力 然后这边的话时间是一分钟 现在的话还有30秒 好的 现在的中间的话 有三个风史莱姆 攻击一下 那我们下一个点位的话 大家来到飞艇这里啊 我们这次的话要开飞艇了 我们跑到对面 对面的话有个能量石 拿一下 接着我们开启飞船 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射杀 史莱姆的一个小任务啊 一共有两次 在这个山顶的话有一个秋秋游侠 你可能会看到 我们先拿起这个宝箱 接着我们视角往这个北方向 北方 在这个山顶啊 对面的这个山顶啊 有一个神童 大家往下看啊 好 我慢慢下来 其实前方的话也有一个这个水神童也是可以拿的 那这次的话我们暂时就不要拿这个了 我们把这个先拿了 前方这个的话我们暂时不要拿 好 现在的话我们将这个视角 往这个蓝方向往这个方向走 我们找一下刚才这个秋秋游侠啊 建议大家走下面这条路啊 我这条路可能选的不是特别好 你走下面这条路 走这个草地 咱们过来 你可以看到他就在这个下面 好的 我们清一下 清完之后的话 他会获得一个精致的宝箱 接着我们视角往这个西方向 西方向你往下面看的话 就可以看到啊 有一个现实挑战 这个的话有一点难度啊 大家稍微快一点 因为时间的话只有50秒 该冲刺的时候要冲刺一下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是慢慢悠悠的过来的 我们来一下这个能量快啊 能量快的话 拿一次就够了 然后我这边的话拿两次啊 你们第二次的话可以不用拿 这是第二个能量快 大家不用拿啊 我们就远路返回 再攻击一下前面这个装置 好的 接着我们继续往这个南方向前进 然后下方的话应该是一个核心 好咱们继续往下走 然后我调一个视频过来 首先大家拿起这个紫色的能量快 然后攻击一下我们中间这个装置 接着我们在这边清一波怪 再拿起我们下面有个黄色的能量快 再攻击 好继续清一波怪 好现在的话我们再拿一下这个能量快 再攻击一下 好了下一步的话 我们回到刚才这个传送锚点啊 我们从这里重新出发 那这次的话我们视角往这个北方向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稍微往左边一点 这里的话有一个废弃的建筑 在这个树干上面的话有个小水滴 还有在我们这个前方的话 也有一个小水滴 绕过这个房子 里面还有一个 三个的话会形成一个水环 站在中间 那这样的话这扇门就会开启 里面的话有个仙灵 接着我们通过这个传送啊 直接进入 然后这个附近的话有怪 大家先清一下啊 清完之后 现在的话视角西方向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也有一个仙灵 过来就这个门就关了啊 然后咱们先爬上去 我们从这个仓户啊 仓户进来 下一步的话我们继续跟着这个仙灵 然后你眼睛看一下啊 在我们的左边也有一个这个房子 也就是我们这个东北方向啊 这个房子 我们先来到上面将这个怪啊 清一下 清完的话会出现这个能量块 我们拿起能量块 攻击门口这个装置 黄色的攻击 攻击蓝色这一个 好再拿一下我们蓝色的能量块 好 赶完之后就上门进去 然后左转可以看到有一个仙灵 这个是我们第三个仙灵 然后这边的这个宝箱 我们就可以获得了 宝箱获得 你再按一下F键的话 会生成一个这个水环 直接进来了 这里的话大家往上面看 找一个平台往这边跳 再往上面看 上面的话有一个 不够高啊 中心跳 这里的话有一个华丽的宝箱 再往上面跳 有一个神童 好拿完之后 现在的话视角往这个西方向啊 哦不是西南方向 西南方向 那大家看一下 在这边的话 有一个怪物镇守宝箱 在这下面 大家将这个小宝先牵一下啊 好的下一个点位 大家将这个视角 往这个西北方向 我们要先前往前面这个平台 咱们先爬高一点 往上爬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直接飞过去 如果你不小心下来了 也没关系 在这个下面的话 在这个下面的话也有一个水环 我们直接通这个水环啊 上来 在前方有一个限时挑战 在里面的话有一个摩拉盒啊 你可以捡一下 接着我们开启挑战 这边的话有一个缺口啊 小心一点 然后从这里跳过去 这里也有一个缺口 这是第三个缺口啊 大家小心点 缺口的话就掉下去了 好的下面的话有一个宝箱啊 我们先来一下 接着大家将这个视角西北方向 往这边飞 不要下来啊 往这边飞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有两个螃蟹 一个红的 一个蓝的 然后他们在这个跑步 当他跑到底 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宝箱 我们去拿一下 好拿完之后 视角东方向 前方的话 有一个秋秋轮的营地 在这个营地里面的话 有一个怪物镇守宝箱 你们过来将这些怪物啊 先清一下啊 好的 接着我们将这个视角 大家看一下 在前面有一个限时挑战 在我们东南方向 这个限时挑战是挡怪的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清一下 接着我们将这个视角 大家调整一下 往东方向 你过来就可以看到 在一个树顶上 有一个能量石 我们先拿起这个能量石 好的 现在的话我们下来 然后攻击一下这个装置 里面的话有一个普通的宝箱 接着在我们左手边 有一个水池 咱们先过去 先看一下 然后在这一片 你可以看到 在边的话 有一个烈焰花 这里的话 有很多烈焰花 然后这里面的话 有个机关 被这个藤蔓锁住了 我们攻击一下 把它烧掉 接着点击移动 大家尽量不要在这个水里游泳 这里的话是掉血的 接着再来到中间之后 将这个视角 往这个东南方向 前面也有一个 这个的话 你首先将这片区域的怪 大家先清一下 然后清完之后 再点击移动 好点击移动 我们最后一个的话 大家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西北方向这里 有很多这个能量块 我们先爬上树上 拿起这个能量块 然后攻击我们右手边 这个装置 好 三个都移动 完到位之后 我们再回到中间 拿起中间 这个小水珠 稍等一下 等它形成水环 我们再下来 将三个这个机关 全部激活 那中间这个珍贵的宝箱 就可以拿了 接着我们进入这个水环 前往下一个点位 过来之后 大家视角往西方向 从这边游过去 这里的话 建议大家带一个水元素的角色上来 我们先清一波怪 然后在我们的左边 有一个盒子 这个有个盒子 攻击的话 会产生一个这个水滴 下一步 我们要泡在这个水里 等它形成一个水环 好 再回来 来到火把旁边 然后这里安置这个水之河 接着我们这个西北方向 你也可以看到 有一个火把 将怪清一下 清完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西方向 有一个这个石头 好 我们再来到这个水里 泡一下 然后这里安置我们的水之河 接着在我们南方向 有一个水元素的方碑 往里面走 然后这边的话 右转 这个是第三个火把 将怪先清一下 一种方法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水元素 直接将这个火把灭掉 这个方碑就可以解锁了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前方 有三个炸弹 我们拿起这三个珠子 形成水环 然后安放在这里 这样也可以 好的 下一步的话 我们来到中间 这一个水元素方碑 用水元素 攻击一下 接着我们进入 你可以看到 下面的话 有一个宝箱 然后这个boss的话 大家可以消灭 也可以不消灭 那消灭的话 会获得一个隐藏的 成就 那不消灭的话 你直接拿宝箱也可以 好 我们去拿一下 这个宝箱 接着我们视角 往这个西方向 这边的话 有一个洋流 咱们先进入 进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上方 有一个水元素的神童 继继续往上游 这里面的话 在我们左边有一个摩拉河 然后右边的话 有个水环 进入 回来之后的话 这边的话是可以潜水了 我们直接下来 有一个华丽的宝箱 然后在右手边的话 有一个神童 继续 左手边 这里的话 还有一个精致的宝箱 我们再游上来 好 下一步 大家视角 往这个西北方向 前面的话 有个房子 过来之后 大家先将这个秋秋冷 清一下 清理完毕后 我们攻击一下 这个石头 然后旁边会出现 这个平台 我们切换弓箭手的角色上来 然后攻击一下 我们这个装置 继续往前面走 我们再次攻击 好的 下面的话会出现一个宝箱 然后这边的话 大家调整一下 首先我们将这个石头 拿起 放到我们最左边 这个位置 接着我们现在的话 将这个视角 往这个东北方向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前方 有一个现实挑战 这里的话要求我们设三个炸药桶 这里一个 第二个 然后前方还有一个 第三个 好的 现在的话我们将这个视角 往这个东北方向 在这个山顶上 有一个水神桶 大家不要放过了 我们上山 接着在我们北方向的话 有一个 可以看到一个飞艇 然后这个飞艇的话 跟我们日常任务会冲突的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话 是一个日常任务 建议大家把这个日常任务 做完之后 再下线上来 好吧 好了 继续 我们攻击一下 等这个飞艇到位了 就可以获得一个奇葵的宝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